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,拥有完善的法律制度,出色的资讯与通讯基建,以及可靠的世界级数据中心。 是发展金融科技行业的沃土。然而近年来,相比于外国和中国内地,香港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发展态势却不尽如人意。 我觉得香港这方面相对来说是落后的,比起大家最近有看到一个世界排名,一向我们是扭轮港,现在变成扭轮波港,是不是?我们排到第四,那我是有点担心。 洪卫民介绍,香港的超稳定的金融体系,对创新的金融活动未必有利,在发展互联网金融时,急需打破传统思维界限,以创新意识推动行业发展。 为此,由洪卫民担任会长的香港互联网专业协会,近日发起主办首届互联网金融大奖活动,旨在挖掘出色的香港互联网金融机构,推动金融机构科技创新。 我希望搞这个比赛,是鼓励多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,无论它是初创公司也好,或者它是传统的金融公司,在金融创新方面去努力,又或者是一些外国,甚至内地的互联网公司,距离香港落地,我们都希望鼓励的。 洪卫民指出,突破思维边界的同时,也应打破地域界限,通过跨境合作,用新经济跨领域视野,助推香港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。 第一,其实在跨境,譬如说,互联网金融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一个,譬如支付也是,譬如支付,第三方支付也好,跨境支付也好,甚至乎一些投资的产品,利用这些比较新穎的方式,无论在客户服务方面,甚至在投资方面,我觉得都很好。 还有一个,你发觉内地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比香港快很多的,当然它有它的问题,它比较早发展,它都出现了一些问题,现在正在加强监管。 但是这方面,很多它们走过的弯路,我们可以避免,它们已经成功了,按例我们可以将它引荐过来香港。 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行业,存在一定风险。洪卫民表示,金融行业与消费者息息相关,要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,保证信息透明是关键。 首先,当然,本来所有的金融,因为牵涉到消费者,都是有风险的,因为消费者,它的资讯可能没有那么全面,所以它很容易会因为资讯的不对称,而蒙受损失的。 我觉得最主要的规避风险方法,是透明度,是披露,就是说,我这个公司,我做了两个金融,但我是这样做的,所以我们最重要是知道,当投资者充分了解所面对的风险是什么的时候,我就觉得政府是尽了他的责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